今集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平时经常接触到的私隐问题 就是萤幕偷窥了 欢迎来到吹吹水电脑研究所,我是老尖 在开始影片之前,记得留言、赞好、分享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新影片的时候,YouTube就会通知大家 最后订阅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 专页,多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咖啡店、火车 用notebook或者平板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会被旁边的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有想过,或者遇过这个问题 知道这个情况是有被人偷窥的风险 在协作的情景里面,身边的人可以看到画面就是很重要的 但只有自己在做事的时候,身边的人还可以看到你的画面怎么办呢? 在前几集,电脑摄像镜头所引起的安全问题 再回来谈谈,萤幕画面被身边的人窥视的风险 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更久之前 市面上已经有些萤幕防窥片的产品出现了 大家都可以在办公室座位的电脑上使用 就让身边的人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萤幕画面 不过避免有心人士偷窥萤幕内容 行动办公不洩物相关的技术也有进步 今集就讲讲这一方面 当然,买实体萤幕防窥片这个做法之外 今次介绍一个不电上的防护技术 大家或者没留意的是 这些安全防护技术 现在已经进步到可以用软件去操作 例如2016年左右 HP已经是几款中高阶商用不电 内建一个与3M合作所提供的防规显示技术 让防规成为不电内置的功能 而且是可以随时调整控制 在有需要的时才启用 感觉上这些软件控制防规技术 比起防规片更容易切换显示的情况 当然其他厂商商计都推出这些防规软件 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大家无时无刻都在用电话 当中螢幕画面被旁边的人 看到机会更加大 尤其是在港铁巴士上 想看不到旁边的人做些什么 都是挺困难的 虽然有些人会注意是靠长边站 这个只是一种意识 但是由于使用手机太过频繁 而且多数重要是重视画质 无边框 视角角 虽然我觉得相关防规片一定是要有的 今集就和大家讲过一下 螢幕防规的事项 防规片或者是防规软件 用或者不用 都是大家自己的问题 因为防规片或者防规软件 都有他们自身的问题 例如螢幕光度减低 方便程度等等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下一集和大家讲讲 银行卡注意的事项 下集见 不能够 就是把着系尾滑 成绌症 我想详 亢阻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